为什么要听这本书揭秘房债与金融危机之间的真实联系 大家好,这里是路上读书,我是朱涛 房子可以说永远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房价的起落更是让不少人操碎了心 过去十几年里,这房价是一直在上涨 能付得起首付的人都赶紧贷款买房 于是很多楼盘刚一开售就被一抢而空 暂时买不起房的人就特别焦虑 这房价要是继续这么涨下去,以后不是更买不起了吗 但最近一两年,风向好像慢慢变了 国家调控楼市的政策也越来越严格 像2018年10月,好几个城市还出现了房价环比下降的情况 这可好,大家更焦虑了 房价要是真往下跌,那我的资产不就缩水了吗 不就白白多欠银行一堆贷款吗 当然了啊,也有不少人觉得之前房价居高不下 说明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 必须让房价降下来,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不过,我们在讨讨房子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一个事实 那就是房子不仅仅是房子而已 实际上人们在贷款买房的时候呢 房子已经通过房债这种金融工具成为了金融市场体系的一部分 而且随着房债的金融地位越来越重要 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比如金融危机 就拿2008年的金融危机来说吧 它起源于美国,后来呢,波及全球 很多人都想弄明白啊 这场危机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 有人说是因为美国的银行体系出了问题 拖累了企业和整个GDP 最后发展成整个金融市场的危机和经济大衰退 然而,有两位经济学家阿蒂夫·麦恩和阿米尔·苏菲却不这么看 他们分析了大量2008年金融危机和住房债务的相关数据 发现两者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 他们建立了杠杆化损失的分析框架 还原了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全貌 有力的证明了这样一个结论 正是房债带来的连锁反应 才让美国一步步走向危机的边缘 想知道具体怎么回事吗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呢 就是上面两位经济学家的作品《房债》 他们深入讨论了住房债务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不仅分析了美国应对危机的政策有什么问题 更重要的是啊 他们提出了防止经济衰退再次发生的有效建议 对于如今的中国房地产市场 本书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相信听完今天的节目啊 大家至少会明白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 为什么说房债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第二 为什么资产证券化是一种危险的金融创新呢 第三 面对房债引发的金融危机什么对策才更有效呢 经济大衰退前兆 家庭债务的急速攀升 1929年 美国经济在经历了十年繁荣之后 突然跌入低谷 这一年股市暴跌 300亿美元财富在短短半个月里化为乌有 银行因为人们的疯狂挤兑而大规模倒闭 到1932年 有至少13万家企业关门大吉 四分之一的工人丢了工作流落街头 美国经济连续14个季度负增长 经济水平倒退了十年 在大萧条发生80年后 同样的情节再次上演 2007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次贷危机袭击了美国 并很快演变成金融危机 随之而来的是股市暴跌 银行破产 企业倒闭 工人失业 这一次的经济衰退 让800万人没了饭碗 400万个家庭流离失所 问题是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严重 而又突然的经济衰退呢 本书作者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在经济出现严重衰退之前 家庭债务往往会急剧攀升 1920年代 信贷消费在美国流行起来 比如抵押贷款 分期付款 人们纷纷用这种新型融资方式 来买家具 家电 汽车之类的大件消费品 当然啊 也包括房子 从1920年到1929年 也就是大萧条发生之前的十年里 信贷产生的消费债务 蹭蹭上涨 而且远远超过了 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根据当时的经济学家估算 美国城市居民的住房抵押贷款 也在这十年里增长了两倍 同样的 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八年里 美国的家庭债务也出现了急剧上升 债务总量从7万亿美元增加到14万亿 整整翻了一番 14万亿美元什么概念 差不多相当于当时美国一年的GDP 那么是谁推动了家庭债务暴增的 答案是占大多数的穷人 毕竟啊 有钱人哪用得着借钱买东西 而穷人借的钱呢 自然是来自富人 当然了 这种借贷关系并不是直接的 而是通过债务融资 一种形式呢 是富人把钱存进银行 银行再把富人的钱放贷给穷人 另一种形式是 富人拥有银行的股票 也就相当于啊 拥有银行发放的贷款 所以说穷人的负债啊 就是富人的资产 穷人还的每一分利息 最后都流进了富人的口袋 这就导致贫富差距 进一步拉大 在本书呢 作者看来啊 家庭债务的暴增 恰恰让最缺乏资产的穷人 承受了高杠杆的风险 这对于经济金融体系来说 无疑是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 作为家庭债务的一种主要形式 住房抵押和经济危机之间 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这还得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美国说起 很多人都注意到 在金融危机出现之前啊 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经常会大幅上涨 比如1977年的西班牙 1992年的日本都是如此 反过来说呢 房价上涨就一定会导致房地产泡沫吗 答案是不见得啊 具体啊 还要看房价上涨是什么推动的 如果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基础设施改善了 土地自然会增值 那房价上涨当然就合理健康 但如果房价是被信贷扩张推高的 就存在着巨大的潜在风险 那么为什么信贷扩张会推动房价上涨呢 道理不难理解啊 大家想 如果要一次性拿全款买房 能买得起的肯定只有少数人 但如果能跟银行申请贷款 就可以只交一笔首付 剩下的钱呢 让银行补齐 之后再慢慢的把贷款还清就行 这样一来啊 能买房的人数大大增加 可是市场上原本就那么多房 供不应求 房价自然就涨了 再后来 大家一看房价在涨 觉得肯定越早买越划算呀 还可以低买高卖赚他一笔 就这样 买房子的人越来越多 而卖房子的一看这么紧俏 于是五盘吸收 导致房价进一步上涨 都说飞得越高 摔得越惨 炒高房价的风险可想而知 一旦房价下跌 不管当初有没有贷款 买房的人都要亏钱 但损失最惨重的还是那些加了杠杆买房的穷人 咱们来算笔账啊 比如房价原来是一百万 富人全款买了 穷人自己付了百分之三十的首付 贷款利率啊 就算百分之十吧 那首付加上贷款的本金利息总共是一百零七万 结果过了个把月 房价突然跌到了八十万 这时候啊 首付加贷款只要八十五点六万了 这么前后一算 富人损失了二十万 而穷人损失了二十一点四万 这还没完啊 除了房价波动的风险 穷人还要承受利率波动的风险 一旦利率升高 就要还更多的贷款 背负着房贷的人肯定一肚子委屈 这什么世道啊 越没钱的人竟然越要赔钱 可是没办法啊 借债就是如此 面对下跌的房价 你有两个选择 要么认栽 省吃减用 继续还贷 要么干脆违约断供 要钱没有房子 你银行可以拿走 但对于银行来说 他们看中的是资金的流动性 手里囤一堆空房子有什么用啊 赶紧变成钱才实在 于是银行呢 就把这些房子挂到市场上去卖 卖房的多了 引发供求关系变化 房价就会 哐哐哐的一路往下 跌得更厉害 就这样 越跌越卖 越卖越跌 恶性循环 房价越来越低 财富损失越来越大 我们刚才说过啊 损失最严重的 是那些背着房债的穷人 而这些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偏偏又是最大的 也就是说越穷的人 他的消费占收入的比例也就越高 比方说啊 穷人越收入一千 他日常开销需要九百九 只能存下百分之一的钱 而富人越收入十万 他再怎么用也就花个一万 剩下百分之九十的钱都存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呢 穷人贡献了国家大部分的消费支出 可想而知一旦他们开始勒紧扩腰带 整个经济体的消费支出 就会急剧下滑 2008年前的美国啊 正好就处于这样的信贷扩张期 更要命的是 华尔街的银行家们还发明了一种新型金融工具 加剧了贷款的违约风险 让情况更加糟糕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随着21世纪的到来 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 房价涨势喜人 市场利率又低 人们纷纷选择贷款买房 甚至有人月收入三千美元 就掏出两千多美元来供两三套房 但实际上 这些贷款属于次级贷款 也就是比较差的贷款 因为申请人的收入水平或者信用等级不达标 没有稳定的还款能力 违约的风险比较高 按理说呀 这些人本身呢 应该有自知之明 掂量掂量自己的还款能力 别去申请这么多套住房贷款 而银行呢 也应该做好风险控制 不要随便放贷 一开始确实如此 比如在2000年那会儿啊 像底特律这种信用评分总体比较低的地区 差不多有一半的住房贷款申请会被拒绝 但是到了0203年以后呢 眼看着房地产市场连续几年形势一片大好 大家都被冲昏了头 盲目乐观 买房的人以为房价只会涨不会跌 贷款买房只赚不赔 银行也觉得风险不大 可以把审批要求放宽一点 正好还能多赚点利息 有些银行的信贷员呢 甚至会主动上门 问人们要不要贷款买房啊 就这样 从2002年到2006年 美国次级贷款的规模 每年都增长超过三成 但在繁荣的表象之下 危机已经在悄悄酝酿 要知道 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 刺激贷款者的收入 其实是在逐年下降的 但刺激贷款的通过率和额度 却在不断上升 这意味着还不起贷款的人越来越多 然而在当时 没人意识到如此巨大的违约风险 你可能会问啊 银行放出去那么多刺激贷款 难道真的一点也不担心 钱收不回来吗 银行肯定也是有顾虑的 但他们担心的 不是整个市场会出什么问题 而是某个人能不能换钱 为了降低违约风险 华尔街的天才银行家们啊 发明了一种天才的新型金融工具 叫抵押贷款证券化 英文缩写MBS 当然了啊 这两个天才都是打引号的 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讲讲这个 抵押贷款证券化是个啥 本来呢 银行是一次性放一笔贷款 然后再按月收回 可有时候银行也会缺钱 可能会把手里的抵押贷款卖掉 这就有个问题 万一这个贷款者还不上钱怎么办啊 特别是刺激贷款 违约的风险很高啊 所以很少有人愿意接受这样高风险的刺激贷款 那怎么办呢 银行家从股市找到了灵感 你看啊 指数基金的风险比单个股票要小得多 不就是因为指数基金里包含了好几百只股票吗 那要是把不同的贷款打包在一起再卖掉 不也能分散风险吗 如果说银行犯的第一个错误是低估了住房抵押贷款的违约风险 他们犯的第二个错误就是低估了这些贷款违约之间的相关性 他们简单的以为啊 某个贷款者违约要么是因为个人信用问题 要么是遇到了财务危机 却忽视了某些因素可能会导致一大批人集体违约 比如房价下跌利率上升等等 所以说MBS不仅没有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 反而让一堆本来就不怎么样的刺激贷款 经过打包摇身一变成了合格的资产 这不是一二到零吗 而且啊 在银行看来 既然利用MBS就能轻松把一些不太合格的刺激贷款卖掉 还怎么会有动力去对贷款申请人进行认真的审查和监督呢 肯定不会了 反正贷款者违约受损失的也是买了MBS的人 因此从这个角度说 MBS其实进一步降低了刺激贷款的质量 而放大了住房贷款的违约风险 消费急剧下滑 市场调节失效 危机最终爆发 听到这儿大家应该已经明白 2008年前的美国房地产市场虽然表面上一片繁荣 但实际上经过几年的信贷扩张 住房抵押贷款的总量已经达到了一个危险的高点 再加上过度的抵押贷款证券化 让市场更加脆弱 结果呢 一旦房价和利率出现波动 人们的财富和消费就会跟着出现巨大变化 这波 从2007年夏天开始 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 短期利率逐渐升高 消费水平很快就开始急剧下降 有朋友可能觉得啊 消费下降没什么呀 不正好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吗 但其实问题很严重 要知道 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之一 如果每个人都不买衣服不买车 那服装厂汽车厂不就没收入了吗 厂里的工人怎么养坏啊 那就都下岗呗 于是整体的就业岗位就会减少 失业率上升 导致社会创造的财富减少 经济发展就会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不仅如此 大规模的失业让人们的收入水平进一步降低 消费进一步压缩 整个经济就会深陷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 可是不是说市场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吗 虽然利率升高会让贷款者亏钱 减少消费支出 但也意味着储蓄会增加 储蓄变多就相当于资金的供应量变多 在资金需求不变的情况下 利率就会降低 这么一来不就可以对冲房价风险 避免大规模的经济灾难吗 确实市场可以通过自我调节保持相对稳定 但问题是这种自我调节能力往往会受到各种经济因素的限制 不一定百分百奏效 比如所谓的名义利率零下限约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 市场利率不可能低于零 大家想假如利率低于零 就意味着你把钱存在银行 银行不用给你利息 你反倒还要贴钱给银行 那你还会去存款吗 显然不会 所以说利率的降低是有下限的 如果下限还刺激不了人们消费 市场的调节机制就会失效 好了说到这 2008年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咱们再来理一遍 连续几年的信贷扩张 让美国人房债高筑 个人财富和经济体系变得不堪一击 面对房价和利率的波动 人们的财富迅速缩水 其中穷人群体杠杆率最高 损失也最惨重 于是纷纷减少消费 由于他们恰恰是消费支出的主力军 这就导致国民整体消费大幅度下滑 经济随之陷入衰退 再加上市场没法进行有效的自我调节 消费下降就进一步引发了银行业和企业的危机 照这么说 难道2008年金融危机就没办法避免吗 其实也不是 我们知道市场上有两只手 除了市场调节这只无形的手 还有政府干预这只有形的手 虽然无形的手因为市场摩擦而失效 但如果美国政府能先知先觉 提前采取适当的措施 金融危机也不至于带来太严重的后果 然而遗憾的是 在2007年金融危机初见端倪的时候 美国政府一直放任不管 直到2008年夏天雷曼兄弟银行破产 引发世界金融大地震以后 政府才开始亡羊补牢 那么美国政府的这些救助措施 究竟收效如何呢 美国政府救银行而不救负债家庭 反而加剧金融危机 2008年的夏天 美国政府终于出手救市 美联储把它向银行贷款的利率 从5.25%砍到几乎为零 这意味着银行可以低成本 无限制的跟美联储借钱 另外呢 美联储还实施了大规模的长期资产购买 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量化宽松政策 可是事与愿违 政府的这些救助措施不但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 反而加剧了金融危机 为什么会这样呢 难道说政府不应该救助银行吗 并不是 我们知道啊 如果出现住房抵押贷款违约 银行的资产就会缩水 最先为损失买单的是股东 其次是债权人 而银行的债权人就包括在银行存了钱的公众 由于存款关系到国家支付体系的平衡和稳定 因此当银行的资产缩小到连公众存款都补偿不了的时候 中央银行就必须出手为银行提供担保和贷款 所以从保护国家支付体系的角度来看 政府救助银行很有必要 但问题在于啊 政府对银行的支持过了头 远远超过了保证存款的范围 结果在2008年秋天 在整个股市一片惨淡的情况下 银行的股价却逆势上涨 而另一边呢 负债家庭就没那么幸运了 相关的救助政策迟迟出不来 直到2008年9月 政府才通过了帮助购房者缓解家庭债务的计划 可惜为时已晚 这项计划原本想拨3000亿美元来救助40万户家庭 但最终呢 只收到300多份申请 效果不到预计的千分之一 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会选择救助银行 而不是负债家庭呢 说到底还是对经济危机的原因判断失误 他们主要错在下面两个地方 第一 美国政府认为是银行业的危机导致了金融危机 他们的思路是这样的 住房抵押贷款的大规模违约 让银行陷入了没钱的状态 于是开始紧缩信贷 这样一来呢 企业想贷款就更难了 不得不大量削减投资解雇工人 这才引发了失业率升高 经济衰退等一系列问题 所以要救经济首先得救银行 听着挺有道理吧 但这种说法啊 在数据面前根本站不住脚 大家知道最依赖银行贷款的往往是小企业 而根据2007年到2009年的企业调查 只有不到5%的小企业最关心融资和利率 而最关心销售不佳的小企业则从10%升到了35% 由此可见啊 小企业面临的问题不是借不到钱 而是东西卖不出去 另外呢 经济数据的分析结果也显示 整个2008年美国GDP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消费下滑 直到2009年上半年 企业投资才变成拖累GDP增长的罪魁祸首 所以说引发金融危机的不是银行和企业 而是居民家庭 第二 美国政府把救助银行和救助负债家庭 看成了一个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 换句话说啊 帮助购房者就等于伤害银行 而伤害银行对经济来说绝对是暴击 再说了 帮助负债家庭也不符合当时的舆论方向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 还不起房贷的人纯属活该 谁叫他们贪心 非要借钱去买原本买不起的房子呢 又凭什么用纳税人的钱帮他们解围呢 按照这个逻辑啊 不仅要救银行 而且不能救负债家庭 可是我们前面说了 银行受损的真正原因是消费下降 带来的经济衰退 不救负债家庭就不可能真正的救银行 现在可好 最水深火热的穷人抓不到救命稻草 纳税人的钱反而用到了银行股东 和长期债权人身上 要知道这一小撮人可能是一个国家最有钱的 救助他们完全是本末倒置 不仅对提振消费和经济毫无帮助 反而加剧了金融危机 那么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呢 通胀政策和债务重组难以实施 责任分担才能有效规避风险 既然经济在衰退期会陷入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 那么美国政府能不能通过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来刺激通货膨胀 让经济向好呢 理论上来说确实可以 因为通货膨胀会让货币贬值 人们到手的工资会变多 而债务的金额却不变 还债的压力自然会减轻 这就相当于间接帮助了负债家庭 可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虽然从2008年开始 美联储不断放水 想增加货币的供应量 但收效甚微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美联储能做的 仅限于增加银行的准备金 至于流通的货币增加多少 还要看银行具体放出多少贷款 而在当时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银行就像惊弓之鸟 不愿意再放贷 很多人也不愿意再贷款 因为他们觉得这种通货膨胀政策 只是权益之计 一旦经济好转 美联储就会回收准备金 利率又会升高 要是现在借了钱 以后就更苦了呀 结果从2008年8月到2009年1月 银行准备金规模 从900亿美元扩大到9000亿美元 足足涨了9倍 但流通中的货币量 却仅仅增长了1倍 如此看来 对于由家庭债务导致的金融危机 救助银行达不到目的 通货膨胀政策效果有限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其实解铃还需细铃人 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还是对家庭债务进行重组 如果在危机刚发生的时候 美国政府就及时组织购房者和银行的谈判 想办法减免债务 那么救助效果将会好得多 然而这未免有点马后炮的意思 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说的 抵押贷款证券化吗 因为它的流行 很多银行的贷款 早就不在自己手里了 想要重新谈判利率条款 就得找到谁最后买了 包含这份贷款的债券 这无异于大海捞针呢 那难道人们对金融危机 就束手无策了吗 大家先别绝望 我们还是从问题的本质出发 家庭债务过高 之所以会引起消费下滑 家庭债务重组 之所以难以实施 说到底 还是债务这种融资工具 本身缺乏弹性 利率和还款期限都被定死了 没法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化 按照传统的住房抵押贷款合同 如果房价上涨 银行得不到任何好处 如果房价下跌损失 全由贷款者承担 所以要破解这个谜局 只能从根本上改变家庭的债务融资方式 在贷款合同中引入责任分担的理念 跟传统贷款合同相比 责任分担式的合同呢 有两个重要的特征 一是在经济上行时 贷款者需要放弃一部分收益 比如在房价上涨时多还一点贷款 或者跟银行分享房屋增值的部分 二是在经济下行时 银行要给贷款者提供一定的保护 比如在房价下跌时降低利率 缓解购房者的还贷压力 这样一来呢 通过责任分担 银行和贷款者就成了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的关系 有利于减少违约现象 从而避免银行 抛售房屋 房价暴跌等等连锁反应 根据本书 两位作者的量化研究 假如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 住房抵押贷款 全部采用责任分担的方式 那么从2007年到2009年 贷款违约的比例 就可以降低5.1% 进一步挽救46%的房屋财富总损失 相当于2.5万亿美元 一旦控制住了人们的财富损失 后续的什么消费下滑 失业增加等等问题 就不会发生 自然也就能成功避免金融危机 和经济衰退 到这里相信大家 已经了解2008年 美国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 也明白了 什么才是预防和应对 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真正有效的手段 反观今天的中国 过去十几年来 住房抵押贷款从无到有 房价经历过几轮上涨 不少人认为 中国房地产市场也存在泡沫 要防止房债 对金融和实体经济 造成大规模的冲击 房债这本书里的美国 正好给我们提供了 很好的经验和教训 值得我们去讨论和思考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关于房债的话题 您有什么想说的 别忘了给我们留言 路上读书 您的音频图书馆 我是朱涛 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